欢迎继续收看大话新闻 我们今天说猫空缆车 是要检验马英九的专业能力 至于操守的部分 恐怕需要好好的彻底的查 因为有没有弊端 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可是我们再来看 马英九是不是诚实 我要跟大家最新的报告是 今天整个笔入勘验的结果 在法院已经出来了 我念这个中央社的 这个新闻稿给大家听 他说中央社是写 今天在法庭内勘验 由于简便在听完录音带后 除了对吴立如作证提及 对等几个语莫字 简便有不同意见 整体对录音带内容 并无太大争执 认为并无显著不可信 或不实情形 这要给大家报告 那么加以法庭内播放系统 频频出状况 因此双方最后都同意 可以不用进一步勘验 这个征讯的录影带 那么对于勘验结果 是不是有出入 马英九说 何一廷的裁决 将会在判决书交代 而自己本身是当事人 不方便回答 大家看到就会判 就会判决书便会明白 但比对是有其必要 因此马英九的律师才会主张采用录音内容 而非笔录内容 那么今天何一廷 这个用两小时来还原 那么包括证人 无利儒是用对是等住持的部分 一一写上 侯宽人认为今天看录的结果并无差别 马英九的律师则强调 录音带的笔录内容 不能扭曲证人本意 并要求应以录音带译本当作证据 认为还有录音跟笔录内容 兼有若干差别 至于这个差别 是不是能够影响马英九特别费判决结果 是否具有证据能力 一切等判决书出来才知道 来 我先请教国务卿 这代表什么意思 这代表现在马英九的律师团 知道他们当初散布这个事情是不对的 不对的 所以他们现在供业说这是判决书会做一个判决的说法 如果供业证明 供业证明说内容 被录露和露音团不一样 你看供业这个律师团会出现去记者会 绝对出现去记者会 马英九的说法会敢说我是当事则不宜评论 绝对不可能 他绝对塑造是政治迫害 但是供业我觉得法官又是没到底勇气 当然我们已经改罪了 这是不过很多阵营内容的一个证词 这个证词在法官心法基督要猜信不猜信 法官自有自有心证 当然法官司在你来显现出来 这毋庸置疑的嘛 既然我们是要讨论的 马英九你的诚实态度是怎样 为什么你会这样去打击司法的公信力 目的是在哪里 他这个作法是要让大家英雄中说他是叫司法破坏 像这样你感觉你感觉你感觉有组织 说要去选这台湾的总统 今天他如果闪出来的 真的让宽伦作假依化节目 开玩笑 会变什么 变过了 不要说外面嘛 大家记得上个礼拜四 今天你记者的董事有听到吗 董事有听到 我们是希望没有知道 我希望看到中国时报 看到联合报的报导 我们可以来看 到底你要怎么来交代上个礼拜四 你们这种一面倒的 说侯狂人造假 好 如果真的侯狂人造假 我相信今天很多人都已经很清楚了 国民党不会是这么轻轻放下 比路造假马岸生变 对啊 开玩笑 如果今天正在看验照假 会报到现在会了 我跟你说 这四五点钟里面 你可以想见的 包括国民党具有法学背景的 这些政治人物 绝对一个一个出来 从台北市 从高雄市 从台中市 从台北市 你也可以看到 甚至到中央政府立法委员 绝对跟你拼到跟你说 这侯狂人要怎么要查办 你要想办 但是有没有 没有 整个整个变成 而且别忘了 如果中央社所披露的讯息 为真的话 你说简便双方 对于这些所谓的录音内容 跟笔录内容 都认为其实也没什么差异 那时就表示说上个礼拜四 由马英九阵营透过媒体所 发动了这个所谓的舆论战 法律战跟心理战 我们现在要来追究的 谁才是造假的那一方 谁才是造假的那一方 而我也期待说 侯宽人跟台北地检署 你不能这样真的好 你以为你恢复了一点清白 你就能放他们说 我说这件事要好好查 到底谁在搞位证 谁造卫造文书 谁在造假 请大家看 刚刚最新的 最新的状态社 马英九特别会笔录勘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